我们来一生会不会比这一生更好呢 你们想想后悔 愈泥愈深 造业愈造愈重 所以后来的果报是愈来愈苦 六道里头祝福得太苦了 一世不如一世 这是四世 所以觉悟的人 明白的人要下定决心 在这三堂中决定要超越六道路魁 那么本经的纲要 清楚妄想执着 念佛尽心之书要啊 所以本经的目的非常鲜明 是帮助我们破妄想 去执着 这就是前面讲的情指 情指要是破除了了 念佛就不难了 功夫就很容易得力了 我们穿上功夫 成品 四一心不乱 礼一心不乱 都不难达到 那么底下呢 我们解释这两句 列一个简单的表情 无实无名 什么叫无名 无名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讓我們完全不明瞭,這叫無名 各位要知道,宇宙人生真相,我們本來是明瞭的 本來是明瞭的,現在不明瞭了,現在就無名了 我想一定有同修會起了疑問 本來我們明瞭,為什麼會不明瞭? 即使我們不明瞭的 現在我們依照佛法的修行,把無名破了,我們又恢復明瞭了 會說明瞭之後,會不會哪一天又不明瞭了? 總有人會有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在佛法裡面叫做根本大問 可見那不是一個問題,根本的大問 世尊當年在世的時候,傅努曼尊哲就提出這個問題 聽說了,眾生,一切眾生,本來成佛啊 眾生本來都是佛啊 那麼既然成佛,本來是佛 為什麼,為什麼會迷了當反腐?幾十米 現在修行成佛之後,將來會不會再迷,會不會再當反腐?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呢,我在此地不解答了 注意一下明瞭啊 在《楠言經》第四卷 佛羅那尊者問,釋迦牟尼佛大夫 你看看他老人家怎麼解釋的 你去好好地讀那一段經文 看看會不會開悟 開悟啊,那你就成佛了 無名叫無十一萬 無十這兩個字非常妙啊 無十不是說很久很久以前呢 說不出時間呢 這個話不能這樣說 怎麼會說不出呢 這個無十就是沒有開始 你也不相信 我問你一個很清顯的問題 你能不能答得出來 你晚上做夢了 你是幾點幾分幾秒開始做夢的 都不是很清晰的問題嗎 那你念這個問題都答不出來 就不要問了嘛 那個夢也是無十 為什麼呢 心裡本來沒有夢啊 那夢哪有開始呢 有時有中呢 它就真有這個事情了 既然當體皆空 你怎麼能說它是個事實呢 無時就是 無時就是 徹底就是假的嘛 它根本沒有這個事實嘛 哪來個有開始呢 有時有中是真的 真有其四 那才叫有時有中 所以無時的深意 就像一個語言一樣 一個語言一樣 你說哪個地方是七點 從哪裡開始 那個語言都沒有開始啊 因此破無明就不難啊 如果無明真有開始 這麼有結束的話 那我們怎麼能破得了啊 那修行還能有成就嗎 真因為它無時 所以是 只要你心親近 不再執著了 不再去想它了 不明就斷了 就沒有了 不明裡面兩個現象 一個是妄想 一個是執著 這就是剛才我舉的花眼鏡上 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真的 妄想是分別性 執著呢 物質跟法質 執著可以分為這兩大類 一個是執著這個生命生活 執著能思維能想像 思想見解生活 金剛經常講的 我見我像 所有一切煩惱 都是從這裡生的 物質 演變就是犯的 法質 這是 認為 以為 都是誤會 誤以為 所有一切法 也是真正存在 那 不知道一切法 也是 當體皆空啊 不曉得 於是 就變成所知障 所知是 你應該知道的 本來知道的 現在不知道了 現在這個障礙障礙了 就不知道了 這個叫所知障 那麼有這兩種職責 這就成了六大輪迴了 底下呢 這個禍業苦 就是 輪迴的現象 年中障 這是迷惑 迷惑就造業 造業就有果報 苦就是果報 六大輪會果報 受果報的時候啊 又迷惑 又迷惑 迷惑又造業 造業在手報 這就是輪迴的現象 那麼從這個現象裡面 諸位要知道 我們來一生 會不會比這一生更好呢 你們想想後悔 越泥越深啊 造業越造越重啊 所以後來的果報 是越來越苦啊 六道裡頭住不得太苦了 一世不如一世 這是四世 所以 覺悟的人 明白的人 要下定決心 在這三堂中 決定要超越 六大輪迴 這個妄想 這分別性能變境界 這是佛哲大臣經常常常講 一切法從心相生 所以 是法界一真莊也 就是從心相生 我們明白這個道理啊 真正能夠體會 佛教導我們的方法 自然就想像 不會懷疑 不會懷疑 為什麼呢 從心相生 相佛 這就變成佛 就是佛法界 所以佛教我們念佛 念佛是什麼呢 把這個觀念轉變了 我們現在的念頭 是在念三我道啊 念三我道 將來的果報 是地獄莫鬼出生的 苦不堪言 假如我們現在念頭轉一轉 我們念佛 念佛將來就做佛了 念什麼就變什麼進階 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做夢都如此 所以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啊 你那個禽職很深的話 晚上他也會做夢啊 夢盡現現的 這不是證明佛講的沒錯嗎 我們想說 現在每天晚上做夢啊 都夢不到佛 什麼原因呢 佛這個念頭太淡薄了 這個印象不夠深刻 晚上做夢 多夢些妖魔鬼怪 這說明說 妖魔鬼怪那個觀念 太深刻太深刻 為什麼呢 眼睛所看的妖魔鬼怪 你看電視 也是妖魔鬼怪的 報紙雜誌全是妖魔鬼怪的 所以晚上做夢啊 就是爛七八糟的 這個都能夠把佛所講的東西 在生活當中體驗真實 然後才知道佛將這個方法真正 只要我們一心專念 能別緊接 阿 祢 佛 佛 阿 祢 佛 阿 祢 佛 發佛